爾瑞是否會有一點點事先說 因為其實工作坊 我們有三位籌備成員 阿建和大波和我 我簡單來說 其實整個工作坊的重點是想怎樣 其實因為可能在香港 過去很多年 我們關於地產的論述就是 找李嘉誠或者一些四大地產商 他們靠個人的努力 靠個人的勤奮 所以就發職了 然後他們就搞到地產市場很蓬佩 也都帶動了香港經濟很蓬佩 這個是過往很多年 我們香港關於經濟 或者關於地產的論述 但是其實開始在過去幾年 開始我們社會上 對於這個論述有些質疑 對於這個講法有些懷疑 我們開始看到 其實這些地產商 不是透過自己的勞動 透過自己的一些勤勞去發跡 而是透過政府的一些特別政策 傾斜他們 扶植他們 令到他們所謂發跡 同時間他們都透過剝削很多不同的工人 或者剝削一些的住戶 令到他們自己可以發跡 和可以變成好像很有錢 很強大 我們其實整個工作方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去挑戰 本身社會上主流的論述 譬如挑戰唐英連 或者黃拔 他們說一堆這樣的 以個人為中心的一種地產論述 我們想帶出另一面 就是政府如何去傾斜 去幫助這些地產商 更重要的是 我們其實不希望只是說 或者只是分析 我們希望是透過一個 建立一個完整的分析之後 在這個分析的框架之後 希望大家可以下手下腳 一起去砌地產霸權 其實大家知道 譬如每年政府會有施政報告 又會有財政預算 其實我們希望 如果大家可以下手下腳幫忙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針對施政報告 有些事情可以行動 或者一些計劃可以做到的 譬如我們接下來打算 譬如會出一些 關於地產霸權的特刊 還有會落區做一些條言 看看地產霸權 怎樣影響到大眾市民的生活 還有我們正進行的 就是收集大地產商 他們一些資料 和剝削的情況 希望可以在實際的論證上面 以致動員一些街坊 或者市民上面 都可以做足準備 希望可以在施政報告的時候 有一些具體的倡議行動可以做到的 這就是整個工作坊的一個想法 我們都希望大家 不是說聽完這次就走了 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持續參與工作坊 還有有決心 可以大家下手下腳 一起去砌一個 反地產霸權的運動